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到3D打印,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很少有人会提到3D打印的食物是怎么样的 最近日本一家公司就研发了一台可以打印美食的3D打印机 OpenMuse 把3D打印的寿司带到饭桌上 完全就是贪吃懒人当的福音 OpenMuse是以马赛克的方式 将很多凝胶小块聚集在一起 每个小块都可以设置成不同的颜色 并注入不同的口味和营养成分 食物打印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把各种食物的信息录入到数据库里 大概包括口味、形状、颜色、营养成分等 这样可以把食物分解成不同内容的凝胶单元 然后准备好特制的3D食品打印机 录入指令 打印机就会根据食谱将不同的凝胶单元 组合在一起打印寿司 这些制作出来的寿司 看起来就像玩具一样可爱 小伙伴们想不想尝一尝呢 对于本期话题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